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 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彼此之间也挺了解的 但是我们现在快大学毕业了 他还像个小孩子一样 特别的不成熟 而且他现在还有很多小毛病 总是改不了 让我很失望 他就是准备跳我的一些小毛病 我都觉得无关要紧的 其实我基本上都是 他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去做 但是主要允许我有点自己的爱好 还有选择吧 我希望他能包容我的这些小问题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琳 22岁 来自广东学生 来 有请小琳 有请 女嘉宾小夕 22岁 来自广东学生 来 有请小夕 欢迎两位同学吗 是的 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 现在还是同学吗 不在同一所大学 我们从高中就开始认识了 大家都非常喜欢打排球 一起出去训练 一起比赛 就相对于其他同学来说 我们的感情还是比较友好的 感情是友好的 他这个用词用的 比其他同学稍微近一些 对吧 因为有共同的爱好 更加亲近 因为我们还是同桌 所以上了大学之后 我们就开始新一段的感情 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年了吧 好好好 今天是谁要来的呀 是我 来干嘛呀 解决一下我们的这些矛盾 解决哪些矛盾呢 我们认识了也大概有六年了吧 然后他还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一点都不成熟 刚上大学 他说要骑这个公路自行车 我觉得一开始我也很反对的 因为在这个公路自行车上面 花费的金钱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后来我想了想 这是他自己的梦想嘛 就让他自己去追 后来我也没有反对了 但是后来我觉得他越来越过分了 他每天晚上骑这个公路自行车 越骑越晚 有时候甚至一两点钟才回到学校 本来我们两个就不在 同一个大学上面上课了 我每天晚上等不到他到宿舍 我就睡不着 那我白天得学习 只有晚上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 我白天也得学习 我也是晚上才有时间 去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我有没有说是 弄到那么晚才回来呢 那我也有尽量多地抽 把时间抽出来陪你 我也在微信上找你 我也有给你打电话 给你问好 可是我觉得你对这个自行车的时间 比对我的时间还要长呀 女生是觉得说男生的兴趣爱好 大于他对你男爱是吗 对 他就是骑这个自行车 也是不安全的呀 他那么晚回来 他有一次我陪他去参加那个比赛 他前三圈还在的 第四圈就人不见了 然后后来我就着急 然后听裁判讲说 有人出事了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 那我只能在中年等了 等了他半个小时 虽然结果说是 别人把他的车子给撞坏 他没有办法继续再参赛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他还那么晚回来 可是运动有危险 有风险是很正常的 男生有一两个爱好也很正常呀 那就不用管我了吗 我也没说不管你呀 我肯定会对自己负责 会对你负责 会对家人负责嘛 我都二十岁出头了 我就不是在第一位我觉得 除了这个呢 还有别的吗 平时我会做一些坚持嘛 一开始上大学 也带他一起去做了 然后我后来发现他也不是很愿意去做 其实我是想让他拓展一下他这个人际关系圈 去锻炼一下他的交际能力 他每次都是很被动的 都是我要他去做他才去做的 他白天就一两节课 他念体育的嘛 白天就一两节课 本来就很空的 他晚上还要去骑这个自行车 平时那么多时间 也不说去做点小兼职 我不在乎这个钱 我只是想你认识多点这个社会 对你以后出去工作有帮助 可是你让我去做我也去做了呀 我也有自己去找工作去做啊 我也没说不去做啊 可是 精力更应该放在学习上嘛 做太多的兼职 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我觉得 我也没有让你天天去做啊 我只是让你在这个空闲的时间 找一点点的时间去做而已啊 我问一句啊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恋人 确定吗 确定 非常确定 你们俩是恋人关系 对 我特别觉得像一个公司 人力资源的这个 人力资源的管理的 跟下面的员工说你最近工作不对啊 你很多心思你分配在了骑自行车上 光骑自行车就算了 你还干其他的事情 公司要求的你们是多挣钱 你怎么在那多看书呢 所以我很奇怪 你确定你们俩是恋人关系吗 对啊 确定今天咱们是来谈感情的吗 对啊 确定啊 我就是这些矛盾解决不了 还有别的呢 他总是做事情都很不上心啊 不上心 对啊 有一次我们俩都很喜欢打排球嘛 然后有一次全国排球联赛 精英赛来的 我让他去报名 他一直拖拖了一个星期 我不问他 他还真把这事给忘记了 你们俩打什么排球 排球部队有一个队吗 有 就是那个是混打的 就三男三女混打的 那种排球比赛 然后呢 我让他去报名 然后他就忘了 我不提醒他 一个星期了 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这件事情 可是我已经报上名了呀 只是在截止日期之前 他已经满人了 也不能怪我呀 你已经打了六年的排球 你也知道 报名这样东西 是有名额限制的 谁先去报 就谁先得 你就足足浪费了一个星期 我那么辛苦地 把人给凑齐了 五胡四海地凑齐了 五胡四海 你每次做事都是那么邋遢 就不上心 我也是希望你以后出去工作 能做好一点啊 也希望你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 老板会赏识你啊 如果我做一个上司 我的下属吩咐了一件事情 给你这样子做 一个星期了 过了一个星期 你才去处理了 你看 他说了吧 我作为一个上司 我说如果啊 假设我也是希望 咱们不假设了啊 还有别的吗姑娘 有跟感情有关的吗 这个在我看来 跟感情都没什么关系 有跟感情有关的 您跟我们说说 有吗 就是他想他以后 如果我们要结婚买房子了 跟他父母一起住 然后我就不想跟他父母一起住 你们是打算结婚了吗 想到以后吗 我们已经差不多家长都见过了 家长都见过了 对 双方都同意 然后呢 就是他这个买房子的事 他跟我吵 说怎么了吧 就是我有一个哥哥嘛 但是我爸爸就比较亲我这个弟弟 所以如果以后出来买房子结婚的话 我爸爸肯定是跟我一起住的 那就住呗 可是他爸爸吸烟啊 我闻到这 因为就难受 我去他家吃饭 想陪他们父母一起去看这个电视 他爸爸一起烟 我就真的是 闻得很不舒服 因为我家里本来就不吸烟了嘛 他作为长辈 我也要去尊重他吧 对吧 他父亲看到我回避了 他就马上就躲得远远地去吸这个烟 我就觉得特不好意思的 那就算了吧 德尼拉什么时候有钱 什么时候买房子 没钱的时候先租着价 行不行啊 就是不想跟他父母一起 住 不是人家出钱买的房还不跟人家住 凭什么呀 我可以以后赚到钱再买一个房子给他们呗 哦 那就那什么呗 你们赚到了钱自己买个房 你们就完了嘛 对不对 先租着结婚嘛 如果非要结婚的话 着急结婚的话 那也得尊重他们老人家的意思啊 他都说他爸想跟他一起住 难不成我这个做媳妇的说 我不要跟你这样 我不要跟你一起住这样 那不就一起住就好了吗 可是他吸烟啊 我真的是受不了 哎呀 你是把生活里面的所有路都堵死了 姑娘 你怎么想这事啊 我爸爸说他以后我结婚了 一起住了之后 然后我爸爸就会戒烟嘛 啊 我觉得你爸爸已经吸烟三十年 你让他一下子戒掉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哎呀 你们俩在所有问题上都不能达成共识和一致 在爱好上 现在男生更喜欢骑车 过去更喜欢排球 是吧 达成不了一致了 对吧 我也尊重他 也没有说是阻止他去骑车 我只是想他在这个时间方面调整一下 把多点时间留给我 你看现在我们都知道骑车特别花钱 一辆公路赛好多钱 而且入了这个坑得不停地升级 对吧 从各种各样的装备 人的装备 车的装备 计时器的装备 各种装备 还有保障 对吧 那是很烧钱的 现在花的还是他爸的钱呢 对啊 所以我就不 结婚以后可要花你们俩的钱 这怎么办呀 考虑第一个问题啊 我提出来吧 第二个问题是 在很多认识上面有分歧 男生可能觉得 我到了社会里面 我要去摔打的 对吧 女生觉得现在就应该跟社会 实践相结合 快速地长大 是这意思吧 也不像快速吧 让他有这个经验 还有这个经验 反正你喜欢指导他呗 你觉得他什么都不行 也不是 没你想的长远 我是想的长远 你看对不对 好第二个又不一样了 所谓价值观又不一样了 对吧 最后如何处理 跟未来父母的关系 又没想听 你们家得买房 但买房又不能一起住 你提不出更好的建议来吗 你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吗 什么事事事处处都不能打磨在一起 那不是就较劲吗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说法 你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来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论博 波红兄 其实女朋友要比男朋友成熟很多 你似乎有点恨天不成钢的感觉 也不是吧 也希望他能成下 你也明白 钢不是恨出来的 是练出来的 你要陪他一起成熟一起成长 这才是对 你这样的一种态度 他是接受不了的 男人有时候很要面子 被你训斥 被你责怪 他内心可能很不舒服 但是有一些他的责怪还是有道理的 一个男人 我们有自己的爱好 这非常好 有兴趣爱好可以陶冶情操 但是请注意年龄段 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 我实话实说 还真的没有条件 没有资格随心所欲的 去做自己这样爱好的事情 这就要掌握一个度 因为你还更需要 解决生存问题 生活问题和成长问题 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钓鱼 那时候除了工作 我就喜欢钓鱼 后来我一个老同事和我说 小鱼 你这个年龄 你还没有资格钓鱼 我当时不理解 后来我悟出了他的这一句话 我把非常多的心思 就用在工作上 我现在这样的年龄 我有资格钓鱼 为什么呢 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我现在已经有了 自己的经济基础 社会能力 这个可能以后生活 会慢慢地让你去理解 我今天说的这一些话 好的 我就说这些了 谢谢薄红兄 来 珊娜老师 从你们两个人 在对话一直到现在 我就有一个感觉 我总觉得像在听一场辩论赛 有正方反方 正方反方 其实这中间 你们说到的几件事情 反映出来一些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两个人在恋爱当中 尤其女生这一边 没有分寸感 我指的分寸感是什么呢 就是你做了很多 不属于你做的事情 你比如说 你责怪她不去坚持 或者说责怪她 这个出去骑车太晚 担心她的安全等等 对 这是一个女朋友 可能有责任 或者有义务去影响的一些事情 但是影响归影响 不能到干涉的地步 因为现在只是谈恋爱的阶段 这属于她的人生自由 如果你过多的干涉的话 就会让她有逆反心理 我都理解女生在一段恋情当中 喜欢有一种归属感 或者说就是圈地的感觉 你属于我 所以凡事都要听我的 但千万不要谈妈妈是恋爱 你现在看起来就像她的妈妈 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是对的 但对不起姑娘 那是她的人生 她有权利去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什么样 在什么样的时间 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是她自己的自由 如果你感受过多的话 到头来 对你没有好处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现在考虑 未来的事情太早了 就是以后跟爸妈 是否要住在一起 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 可是在这个时候考虑 维持上早 把未来还没有发生的矛盾 已经挪到了现在去发生 你觉得给你们的感情 带来的是年和季 还是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现在 不利于感情发展的一些问题 提早地提到现在去解决 反而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给你们的建议就是 踏踏实实地过好眼下的生活 快快乐乐地享受 现在学生时代 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 未来的事情 到了那个时间点 水到渠成 好吗 好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善达老师 来 徐老师 其实你们两个人 面临的问题很多 先不要去想 今后两家人怎么相处 如何去处理得好 先把自己你们两个人 现在的两个人的事 处理好就好 你是一个幼稚的大男孩 她又是一个 望夫成龙的小妈妈 你渴望自由自在 她非要耳提面命 当然不舒服了 其实她说了所有的事情 其实你是有抗议的 因为你觉得 现在就应该是学生 我有什么兴趣 我就要去享受 我专注于学习就好了 而她觉得 你应该现在要接触社会了 快毕业了 是吧 一定要先要把社交圈 给建立起来 为今后的规划 做一定的安排 两个人站在 本人的位置上 都是没有错 但错在 女方太急了 想过早地成为一个闲内柱 闲内柱是难得 但这个尺度 拿捏度很重要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让她自由去发展 有些事情 一定是让她自己认识到 才是能够得到 你告诉她的 她听不进去 因为她是一个男人 她今后要有自己的生活 而这样自己独立走的 生活的男人 才能给你真正一个安全 幸福的未来 至于今后的家里人呢 我只跟你说一句话 你可以有自己的意愿 不愿意怎么样 但是要注意本分 因为那是 你爱的人所爱的人 明白吗 明白 所以说 考虑清楚 你们俩现在真正应该 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去解决它 就这样 好 谢谢曲老师 来 福老师 你的家庭条件 是不是比她差一点 对 是吧 所以每个人的性格 形成都有她的原因 你咋哭了呢 你会觉得就是 因为自己的家庭条件不好 所以我必须要早当家 我必须得看得远一点 我必须得为自己做 但有的时候有些 我必须得看得到 我必须要早当家 对 就是 我必须得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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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之前 我必须得看得到 我必须得看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常在想一个问题 谁有权利要求另一个人为他改变 其实在我看来 我们谁都没有资格要求另一个人改变 但是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 我会影响一个人 你可以影响他 但是你不能要求他 男生有一点 从容地面对责任 你可以从容 但是还得担责任 女生一定学会从容 从容了爱情也舒服 你的人生也舒服 好了 你们自己去判断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知道我身上还有很多令人讨厌的坏毛病 但是我希望你能帮我这个不成熟的小伙子 我也会更加努力地去改掉我的坏习惯 我真的真的不愿意放弃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 我希望我们有困难一起面对 有问题一起解决 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再一次尽到男朋友的责任 好吗 我也希望你能改掉你身上的坏毛病 以后能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时间到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关门 请开门 看看 还拿着个劲儿呀 来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咱们的浪漫时刻 恭喜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不想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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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爱里 等着你 不想确定 对你 对你 疼惜 有种懦异 在梦里 全是你 不要再质疑 不要再质疑 把我放进 难得 幸运 一辈子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步道理 惊云中央厨房 有完有提问说 我和我男朋友谈了两年了 可是呢 我们总会为小事情吵架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让他好好干 可他老是迟到 天天呢 我催他 我们就会吵架 每天都这样 我该怎么办呢 想告诉你的是 如果一个男人 连自己早起工作的 无法做到的话 那他该怎样规划 你们的未来呢 把这样的幸福 交到这样一个男人手上 是否靠谱呢 祝你幸福 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电视机前 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